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感恩的眼光 前一阵子我在活泼生命里看到一篇文章 它提到两个村庄的故事 一个叫感谢村 一个叫埋怨村 埋怨村的人一天到晚都在不停的埋怨 春天的时候抱怨黄沙带来的灰尘太多 夏天时抱怨蚊子太多 秋天时抱怨落叶太多 冬天的时候又抱怨下雪天气太冷 即便有好事发生 埋怨村的人还是担心好事会变成坏事 而怀疑担忧 以致无法感谢 总是活在埋怨的里面 而感谢村的人刚好相伴 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感谢 生活辛苦也感谢 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感谢 春天因为有花香不比而感谢 夏天因为树下可以乘凉而感谢 秋天因为有甜美的果实而感谢 冬天则因为树枝白雪而感谢 总之感谢村里的这些人 他们口中所说的话 身上所散发的气息都是感谢 他们拥有感谢的心 感谢的人生 有一天抱怨村的人到感谢村去玩 他们惊讶地发现 感谢村里的人所说的每句话都带着感谢 于是他们开始模仿他们的说话方式 但过没多久 埋怨村的人回到自己的村中的时候 却忍不住地说 我们去到感谢村 没有得到什么招待 竟是说了一堆感谢的话而已 真是立刻打回原形 回到埋怨的本性 亲爱的朋友 听完这个故事想想自己 你是住在感谢村呢 还是住在埋怨村呢 你口里所说的话 常常是感谢的话 还是忍不住就批评埋怨了起来呢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有心拔除 我们的心呢 就好像树木的根一样 会供应养分给子子 并且决定子子长得好 或是长得坏 而我们生命的好坏 生命所流露出来的特质 也是根据于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的心里充满了苦毒 抱怨不满 那么表现出来的 包括情感情绪感觉意志 甚至你做的选择 你的个性等等 都很可能会跟着扭曲 很多时候 我们很容易 因着人的一句话就生气 只因一件事就消沉 一点诱惑就跌倒 好像一点抗拒的力量都没有 那是因为 我们没有保守自己的心 任意让情绪放肆 让天然人的反应 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有一句话说 人不制服自己的心 好像毁坏的诚意 没有强远 一个不能管理 控制自己心的人 就像一座 失去了城墙 保护的城堡一样 是完全敞开 完全让自己 暴露在危险之下 我们的心思 就像一个战场 上帝要改变我们 通常也是先 改变我们的心 因为心是生命的泉源 当我们的心对了 就容易有感恩的眼光 感恩的生命态度 有一句话说 要小心你的思想 也就是你的心 因为你的思想 久而久之会变成行动 而你的行动 久而久之会变成习惯 你的习惯 久而久之会变成个性 而你的个性 将决定你一生的成败 亲爱的朋友 人的心怎样的思量 他的为人就怎么样 今天 让我们一起练习 竭力保守我们的心 用感谢代替埋怨 用感恩的眼光 看待我们身边的 每一件事 每一个人吧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上帝 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锁定的旨意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 FM103.3 中广流行网 周一至周六 早上六点到七点 由罗娟大为主持的 早安Easy Go 美好的生活 就在早安Easy Go FM103.4